那这边看到台赛特的是一个 一个年轻的 好像也是一个做自媒体的 一个玩家 他订的车吧 然后是就他一个人 然后跟一只猫 你看他旁边还做了个 一个定制的 专门给猫的一个 放猫杀的地方 专门弄了个储物仓 在车 跟车里面是贯通的 看到没有 猫可以直接从这边进来 然后在这边拉屎啊 怎么样的 很奇怪的一个设计啊 不过这可能就是那个爱猫人吧 对吧 然后在下面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长条的储物仓 这也是一个长条的储物仓 这边后面呢是加水系统 跟加水口 然后是新领域的接口 而且他把里面的一个储物仓 改得很奇怪 他的床下面是放了很多抽屉 所以说这个储物仓的空间 那就比较小一点 你看 就比较小 纵身的话 我一直都可以直接顶到顶 不过稍微放几个 放个两三个行李箱 应该是没有问题 里面还有插座 这个触摩灯 然后里面放了两个五公斤的煤气罐 真的是 这些你看这些定制的人 啥想法都有 专门为了养猫猫 然后给他整了一个换猫杀的地方 很奇怪 后面的是赛特福德的马桶 然后三个摄像头看到没有 360啊这些的 360啊倒车影像啊四路监控啊三个摄像头 咱们现在再来看看这辆被一个小姐姐选的带宠物的这辆它定制的房车 这边是一个户外厨造 户外桌板 冷浴花扇 220伏的户外接口 一样的一样的门一样的踏板 一样的 这种 浙压棚 它就是里面布局设计的不太一样 后面其实都是一样 只是一些板材用料颜色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它用的是比较这种家居的 比较这种清新的 比较这种舒服的这种颜色 边上呢都是这个鞋柜 一个鞋柜 然后下面抽屉 这边呢也是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拓展板 下面是一样 电动踏步 还有个户外电源 它设计的比较巧妙的一点呢 是在下边 下面还能塞些东西 然后在这个两节踏板下面呢 它还非常巧妙的设计的一个鞋柜 可以在这里面塞几双鞋子 绰绰有余 里面呢一样是标配的 1000瓦的 1000安时的锂店 然后240的清水箱 上面的设计呢 它这些按键都是隐藏式的 现在把它关上就完全看不到 这边上面呢 都是橱柜 上面也是 不过这个橱柜有点高啊 小姐姐它够得到吗 这边它装的是一个投影仪的 投影仪的幕布 一个60层的一个幕布 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上面是一样的 一个非常大的额头床 用的是这种材料 颜色呢 都是大家可以来买房车的时候 都可以自己选择 我个人其实还在选择 还是喜欢刚才那辆的设计 而且它这边设计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学习桌 好像是给小孩子用来制作业的 你看 超级超级香 有吗 感觉做 感觉做在这边 就现在制作业 超级香 下面还有两个抽屉 你看 应该是小姐姐用来 用来工作办公的吧 工作办公比较方便的 上面还能放的东西 然后这上面呢 是三个 三个橱柜 然后这边是一个 家用的一个水槽 然后这是一个水槽 应该是没有盖板的 没有盖板的 然后在下面是很多的 很大的抽屉 超级大的抽屉 这边下面是一个地台 地台 然后暖风出风口 在这个座椅下方呢 还是一个 储物柜 只有能利用的 现在的 现在的朋友买房 基本上都是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而且把车里面的空间 利用到极致 你看这边是电器的解救口 这边储物舱 所以它床下的储物舱 空间会比较小 因为它在这边全部把它弄成了抽屉 看到没有 全部弄成了抽屉 所以储物舱只有里面 那么小小一个 然后它选择的是一个 纵制的一米二的 一米二的纵制床 一个大窗户 上面一个MAX的风扇 然后一排这种吊柜 这边是一排吊柜 这个车辆的特色呢 就是装了一个双开门的冰箱 真正的双开门 两个英德尔的 两个英德尔的 车载冰箱 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非常有特色 上面还放了这种 蒸烤一体机 蒸烤一体机 上面还装了一个这个 放一些食材啊 这些的 小姐姐还是非常非常那种 有个性这辆房车 上面空调呢 是英德尔的 英德尔的顶纸 顶纸空调 然后咱们看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 也是挺大啊 看到这个空间 赛特福特的和式马桶 前面两个抽屉 排风扇 隐藏式的水槽 这个隐藏式的水槽 但就这个隐藏的水槽 如果在这边放水啊 你在刷牙洗手 我把它抬上去 它这个水还是会漏下来 以后得找个方法解决 然后这边装了一个 带灯的一个小镜子 挺漂亮 这边是一个 还有一个暖风的出风口 通到厕所里面 一个大雨mini的 2.5公斤的洗衣机 装在厕所里面 挺有特色的 小姐这辆车 真的挺有特色的 因为刚才说 它养了一只小猫咪嘛 看那边 就是小猫咪住的地方 可以直接让它通过去 在里面 小猫咪可以直接 声纹在里面 非常非常的贴心 但是我感觉 它要在桌子上面办公的话 它这里有插座吗 在里面有个插座 在里面有个插座 那还可以 挺有特色的 而且也挺宽敞的 但就是房车在 没到客户之前 我都感觉挺宽敞的 像这种什么都 什么都没整的 都特别宽敞 然后等真正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全部把它布置起来 真的是 会挤好多 然后给大家看看 看看布局 小姐姐自己定制的 弄了个缝是吧 对 这拿着冲来 不是到这儿吗 然后那时候感觉了 我们留个缝 感觉 其实就应该这样设计 这样设计是最好的 但最人性化的 所有的市面上 这些缝都没留下来 而且你们像可以 像一些产转的开关 然后产转按键 都装在床边上 因为冬天的话 不想下床 对 我们是真的不想下床的 而且这个在房车出厂前 装的话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 这个就相当于把 老姐就特别特别人 特别特别人性化 可以像一些 这些照明的开关 全部装在床边上 特别这个暖风 冬天的时候 真的是懒得下床 好的 马上给人设计建议一下 这个真的非常 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可能我们下一代产品 就放在床头了 但就是很多厂家 都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半边都坏掉了 全没了 对 这个人家给它修补过来 这个人家给它修补过来 这个人家都不管 下来还修补过来 必须的 必须的过去 才不过去 今天又浪费一天了 他们对 这场中成这样子 就特别干净 一目了然 看着人都舒服 像他们以前 赛德跟卫航的那个厂 都是很像小猪房一样的那种厂 不过像以后的人 应该都会好 走了 咱们去毕行厂 都跟那个车要开工